來到特例2.2 我們要處理一些代數的加減性 除了一些約減的問題 我們不如用一些例子講解 第一件事我們說 例子1 我們說如果我們說 x加x 即是好像平時我們說 如果我們說3加3 我們說2個3就是3乘2 所以現在x加x 就是2個x就是x乘2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上次說過 原來一個未知數和一個數字相乘的話 我們可以把兩個貼在一起寫 寫的方法就是 把數字先寫 然後把那個未知數寫在後面 貼著寫的話 就代表它們是乘的關係 所以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x加x 等於2x 或者這樣想 2x2的意思代表 這裡有兩個x相加 其實大家可以想到 原來x加x加x 即是等於x乘2 即是3個x 即是表示3個x 3x 貼在一起寫代表乘 所以現在一樣 我們說3x 代表3個x相加 乎相同的東西加起來 加法是會進化成為乘法 我們又嘗試做另一個例子 例如今次我們說 2x乘3 什麼叫2x乘3 第一件事2x 當然你可以想成2x2個x 但是這樣想 對我們乘3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所以我們用另一個方法去想 什麼叫2x 2x另一個想法就是 貼在一起寫 即是代表乘 即是x乘2 或者2乘2 所以其實我們要刷 2和x中間的關係是一個乘號 然後乘3 現在我們知道了 原來2x乘3的意思就是 代表2乘x乘3 就像寫成這樣 乘法 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有交換率 即是表示我們可以 先乘某些東西 所以我們做的得出 就是先做了2乘3 即是6 之後再乘x 乘x的方法就是 在後面寫個x 所以就是答案了 好,又看一條例子 例如3x乘4 這次一樣 其實所謂的3x 即是3和x之間是乘的關係 然後後面有一個乘 所以3x乘4 即是表示 我們先把數字乘完 即是3寫了12 後面補個x給他 這就是答案了 我們總結一下 我們說 我們做一些乘法的時候 乘法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如果只有x的話 x最尾會留下 我們做的東西 只是把數字相乘 寫在x的前面 這裡也是一樣 數字相乘寫在x的前面 好了,我們學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叫做加法 加的時候 數有幾個x 然後再在x前面寫有幾個 代表我們現在是乘多少 我們學了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乘法 乘法的畫就是 數字 玩數字乘 還未知數 按照後面就可以了 好,我們一起看看例子 第一件事先看題目 提目是simplify 即是我們要選擇 第二件事是expression 即是以下的顏色 先做a part 好,我們看看a part a part其實很簡單 x加x 我們說x加x 其實就是兩個x 接著 我們繼續做 我們說 現在2x有兩個想法 一是2乘x 一是代表兩個x 那我們用第二個想法 兩個x 減了一個x 剩下一個x 剩下一個x 接著 x減x很簡單 x減x就是0 就是這樣 當然 如果你夠聰明的話 其實看題目就知道 其實它們可以約得完 不要緊 繼續做b part b part 我們說 今次我們可以做的東西 就是 前面 5乘x 我們說 有一個減3 記住 剛才我們一直在做的東西 是 大家都有微指數 就可以雙減 但是現在 一個有微指數 一個沒有微指數 情況就好像 我們現在有五個蘋果 但是現在叫它拿走三個橙 那我們是做不到的 所以呢 我們今次 這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答案 裡面是可以有加減幅出現的 當我們發現 這個h 這個沒有h 大家是不同類型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代表我們做完了 我們撇兩撇 就代表我們做完了 來到c part c part 我們說我們的大原則就是 如果微指數和數字相成 我們只需要 數字分開做 微指數照寫回 就可以了 三個東西都是這樣做 先看數字 三個東西是相成的 所以先看數字 三個數字相成 OK 那麼 236相成應該是36 只剩下一個z 2z 就寫在後面 那就做完了 d part d part d part 我們可以先做了 除法轉成法 然後我們用回之前的想法 用到成法的畫 就代表 數字一起做 可以做約份 這個和這個約 只剩下2 然後呢 就剩下2乘2 即是4 分母約三剩下1 所以不寫 只剩下1 只剩下1 所以補回一個y 就做完了 問題好 幫我試下計算下面的classword 然後幫我試下計算書的練習 請問一下